今晚深喉咙 永多深 花多深 吓死人了 小吃店烧成一片火海 气火耗不到五秒 又发生更可怕的二度爆炸 第二次的爆炸威力更惊人 龙岩烈焰 直炭三层油膏 大火迅速延烧 复离住户 尖叫窜逃 不少人都莫堵惊悚的爆炸瞬间 大火就在眼前 爆炸后好几层瓦斯还倒在地上 其实吓得弯进巷子里逃命 气泡意外发生在24号当晚 里长发现小吃摊起火 拿着面火器帮忙 但老板娘一丝太紧张 不小心推倒气泡瓦斯 又引发耳度爆炸 几分火是在十分钟内扑灭 48岁的老板娘全身用12%耳度灼伤 紧急送医 幸好保住一命 老板娘好像不小心就把那个全部推倒 散落在陆地上 现在我就想到滑石头要搬走 那好气去那里滚啊 那会要拍的样子 发生气爆的小吃店位于台南市中西区 附近就为家加油站走路不用五分钟 要是大火延烧 恐怕会引发更严重的意外 由来我找佩儒 台湾博物博物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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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